隐身的白狗狗一路遇见上了萧红店 她本已快到潮流海底了 可又有些不舍 她想看看生肖默 在萧红店找了一圈 并未看见她 正转身欲走时 便看见幽若一路进了大殿 见她直奔生肖默的药房而去 白狗狗实在不忍心中的思念 并也收敛了气息跟在幽若身后 虎兮看着远远而来的幽若 行了个礼 掌门怎么来了 幽若伸手拍了拍虎兮的肩膀道 如尊啊 怎么不见人 虎兮伸手扶下 她放在她肩膀上的手道 你这掌门 当得哪里有掌门的样子 师父在药房 吩咐了任何人前来都拒不相见 不过师父已说了 如若掌门你来找她 就让你在萧红店上等上一等 她与你有事相伤 幽若听得此言 一张小脸更加红润 心中暗暗盘算着 该如何与生香木说作日之事 白狗狗看了看紧闭的房门 又看了看一领幸福的幽若 心中最后的希望 也破灭了 转身是魂落魄的 嘲笑混店外走去 长流海底 一望无际的碧绿色的海水下 一个透明的姐姐 选在半空中 一白一绿两个小姑娘 正在姐姐前商量着什么 走近一看 姐姐里还有一个白衣的小姑娘 靠在姐姐边上 一动不动的 身前有些木讷 白狗狗低声对唐宝道 你可查到了如何挤开这姐姐 唐宝苦着张脸 摇着头道 不知道 我查遍了一宿格内所有秘籍 都没有说如何解开这姐姐 果果 我们怎么办啊 此次救不出骨头娘亲 我担心尊上又会将骨头娘亲转走 白狗狗看着晶莹剔透的姐姐 沉默片刻安慰道 没事 有我在 一定可以的 一会儿你为我护法 我直接用破阵树打开结界 破阵树 那是什么 果果 你先法还不如我 你怎么会这破阵树 唐宝为这脑袋有些困惑道 唐宝 你不用管 你这种知道 我打开这个结界后 你赶紧救出骨骨 两人直接下潮流山 不要再回来了 这个你拿着 一会儿救出骨骨 你将这个带在身上 按照这上面所记载的口诀诗法 便可隐身两个时辰 想来够你们掏出长流了 白狗狗伸手从怀中 掏出一张白色的玉和一张纸 递给唐宝 淡淡地说道 唐宝接过纸 看了两眼 突然伸手握住他的胳膊吃惊道 你是什么意思 你不与我们一起走吗 白狗狗低声笑道 当然不与你们一起走哈 我还有生肖末呢 说完抽出唐宝手中的胳膊 盘腿坐在地上 开始打坐 唐宝也不敢再问 站在一旁安安静静地守着 片刻后 白狗狗周身泛出一圈金色光圈 光圈越来越大 慢慢将白狗狗整个人都包裹在其中 唐宝有些胆怯 不安倒 狗狗 你怎么样了 可连续问了几遍都没有回应 唐宝也不敢再打扰 只能静静地坐在一边瞧着白狗狗 慢慢的金色光圈一点点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白狗狗周身浓郁的白色仙气 唐宝有些诧异 狗狗周身的白色仙气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不是没有什么心法吗 唐宝蹲下身去仔细打量盆坐在地上的白狗狗 他脸色有些苍白 双眼紧闭 眼角似乎挂着些血迹 唐宝有些慌神 伸手正欲咬醒似在沉睡的白狗狗 可还未接触到他 便被一阵强烈的兴气震得飞了出去 跌坐在不远的地上 他哭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跑到白狗狗身边 也不敢用手碰他 狗狗 你醒醒好 你别吓我 狗狗 我害怕 也不知哭了多久 唐宝听见耳边传来白狗狗 低沉有些虚弱的声音 别哭了 来扶我一把 唐宝一个接领 便看见地上的白狗狗苍白这一张脸 伸着手让他扶他起来 唐宝瞬间的止住哭声 抽搐着伸手轻轻扶起来地上的白狗狗 你这是怎么了 可有什么事情 一句话还未问完 便见白狗狗一口血喷了出来 差点栽倒在地 没事 受了点小伤 我们开始吧 白狗狗伸手擦干嘴角的血苦笑的 果然 用傅君收藏的远古术法 强行冲开外界 夹住在身上的封印 反噬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幸好哥哥封印他法力的时候 并未用权力 想来他并不知晓 他曾经在傅君书房习得了此法术 如若用权力 以他的法力 定是冲破不了的 可封印一破 哥哥必然马上就能知道 得赶紧破了这结界 救出花千谷 他暗自调息片刻后 唐宝 为我护法 话音未落便听远处传来熟悉的声音 哥哥 不可 叫他千谷 我们还有很多方法 白狗狗转过头去 目不转睛地看着自远处走来的一对男女 心中的愤怒 语不干 又多了几分 我如果一定要救 你当如何 白狗狗冷冷地回道 生肖默看着面前的少女 苍白的领上 补进了往日的红润 一双灵动的毛子 只剩下来梳黎与冷清 他胸口一阵顿顿的疼 是他把他逼到了这般境地 他这般可是受伤了 狗狗 听我一句劝 我一定能够救出千谷的 生肖默看着白狗狗 柔声恳求道 往日幽懒笑意的领上 竟是疲惫小心 果光 我们一定会救师父的 一旁一直安静 看着白狗狗 与生肖默的优弱 也劝说道 你们 是啊 是你们 白狗狗看着 站在一处的一对御人 觉得异常刺眼 白狗狗 难道你还看不懂 你虽是照高了三级的妻子 可人家才是玉帝 亲自赐婚的夫人 你难道还抱有希望 远远的 一身黑衣的你漫天 预见而来 人味道话已经落了 白狗狗转头看了一眼 生肖默 心中按道 最后再赌一把 就赌一把 你们 确实是你们 可你们将我放于何处 悠若 你既然与我争了生肖默 那你我 便手上功夫剑长短吧 白狗狗伸手 照出和虚剑立声道 赤红色的剑 夹着凛力的剑起 往悠若身上招呼而去 生肖默看着他 看了自己一眼 本来有些惊喜 可瞻眼间 并见他拿了和虚剑 朝悠若而去 悠若的身份特殊 如若伤了他 恐怕连他 都不一定能保得住悠若 想到此处 生肖默一把拉过身边的悠若 将他护在身后 徒手握住 白狗狗的和虚剑 狗狗 别激动 作为之事与悠若无关 你若伤了他 预地不会善把甘休的 白狗狗定定地看着 架住和虚剑的生肖默 眼里的泪水越积越多 白狗狗 你还不相信吗 你看如尊 可是用行动护着掌门 一旁的倪曼天 站在原地 漫不经心道 生肖默看着白狗狗 绝望的眼神 心中大惊 吏声鹤道 倪曼天你闭嘴 狗狗 不是这样的 你要相信我 信我 白狗狗看着 如小鸟般躲在 生肖默身后的幽弱 影空中的泪水 再也收不住了 一颗颗露了下来 他猛地抽回和虚剑 锋利的剑刃 划开了生肖默的手上 生肖默眉头也为皱一下 一把抓住转身欲走的白狗狗 却只见白狗狗反手一剑 划开了被生肖默抓着的衣巾 低声道 既然如此 蜀尊 那你我便各自天涯 不再相见吧 说完转身捏了个绝 换出天罡罩 低声对唐宝道 唐宝 你站进来帮我护法 我们开始 生肖默愣愣地站在原地 手里握着白狗狗 从衣巾上滑下来的布料 一动不动 此生不再相见 不 不可能 他不答应 直到白狗狗照出天罡罩 让淘宝进入护体仙器内 他才知道他是来真的 巨大的恐惧席眷而来 转身朝白狗狗扑了过去 狗狗 你要干什么 你别乱来 白狗狗头也不回 伸手捏着绝 口中捏着什么 周身慢慢浮出 一圈圈佛印 佛印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强大的仙气 仙的生肖默根本就不得身 慢慢的 白狗狗捅到空中 周身泛起了一道 金光 耀眼的金光一闪而过 众人被金光刺得闭上眼睛 一瞬间 那困住花千谷的结界应声而翠 半空中的白狗狗 周身佛印渐消 身子于颤 一口血直接从口中喷出 从空中栽了下来 石肖默看着从空中落下的白狗狗 凄惨地叫到狗狗 整个人不管不顾地朝天罡罩内冲去 可刚靠近天罡罩 便被天罡罩直里直接弹了出去 跌在地狱上 吐出一口喜来 天罡罩内 唐宝快步冲上前去 接住半空中掉落的白狗狗 抱在怀中 低声哭道 狗狗 狗狗 你如何了 生肖默飞快地从地上爬起来 捂着胸口 奔到天罡罩旁 低声问道 唐宝 狗狗怎么了 唐宝 唐宝 满脸金口 一边哭 一边摇头 不知道 我怎么叫他都叫不行 生肖默后退几步 唤出玉霄 凝聚所有仙力 朝天罡罩击去 可玉霄还未碰到天罡罩 便被仙气直接反弹了出去 生肖默也直直地飞了出去 被赶来的白子花一把抱住 落在地上 站定后 他压住胸口翻腾的气息 再次拧起仙气 朝天罡罩而去 你不要命了 你难道没有看出来 那护体仙气 你击破不了吗 白子花一把抓住 正要施法的生肖默 立声道 师兄 果果受了重伤 我要去救他 生肖默抽回手 气息不稳 低声坚定地说道 是吗 就凭你 也想击破天罡罩 勇气可佳嘛 远远地传来有些细条的 清冷的男生 众人转过头去 便看见一阵蓝色的雾气 游眼即近 越来越清晰 那蓝色雾气 清刻间 已经到了天罡罩附近 画画成一个 蓝衣白发的少年 少年面容俊朗 五官立体 英气十足 俊朗的脸庞上 那细条 蛮不在乎的表情 又不显得生硬 反而让这蓝衣少年 多了一丝 万事皆在把控中的 亡者之气 白子化看着那少年 不过十八九岁的样子 样子有些吊儿郎当 可浑身散发的仙气 却异常磅 只怕高出他许多 别说如此修为的少年 就算是年长者 也从未有过 不知不觉中 白子化看着那少年的眼神中 躲了似探究 那少年淡淡扫了一眼白子化 又转头看了看 目不转睛 看着白狗狗的生肖默 微微叹了口气 伸手一挥 那天罡罩消失不见了 生肖默一见天罡罩一解 便朝白狗狗身边奔去 可还未走出两步 便被那少年一掌打住胸口 整个人趴在地狱上 单膝跪地 吐出一口喜来 你离他远一些 蓝衣少年收了掌 走到白狗狗身边 从唐宝手中 接过白狗狗 抱在怀中 轻轻地拍着他的脸蛋倒 狗狗 狗狗 跪在地上的生肖默 挣扎着站起身 巫师大夫 你让我瞧瞧他 白狗狗抬头 瞟了一眼他 不再言语 抬手搭上白狗狗后背 一股白色仙气 慢慢混入白狗狗体内 生肖默看着 躺在蓝衣少年怀中的白狗狗 原本有些苍白的脸色渐渐红润 一颗已落入谷底的心 慢慢安定下来 他甩开想扶着他的优弱 慢慢走到白狗狗身边 正与抬手搭上白狗狗的脉搏 便又被一股仙力弹了开来 跌坐在地上 你别碰他 我给了你机会 是你没有护好他 那以后他便不用你来护着 蓝衣少年收了掌 脸色阴沉的 你是谁 与狗狗是什么关系 生肖 挣扎得单膝跪地 捂住胸口 看真的男子对他那般维护 心中除了心疼 更多分嫉妒和愤怒 伸手不要再去夺蓝衣少年怀装的白狗狗 你将他还给我 我是他夫婿 白狗狗猛地抱起白狗狗 也不见他如何动作 人便已经退后了几步远 本少君是谁 轮得到你来问 还有 你是他夫婿 可有谁承认 他父母亲人可见过你 白狗狗冷着张脸 看着还遇上前的生肖末潮弄荡 就算你是他夫婿 你如此伤他 又怎知他还要你 生肖末伸出去的手将在半空 看着白狗狗怀中的女子 眼眶渐渐湿润 一双眼里满是绝望和悔恨 我伤了他 是啊 我竟然伤了他 话音刚落 并看见白狗狗动了动 抱着白狗狗的滚滚 似乎也感觉到了 喜地而坐 白狗狗横抱在怀中的白狗狗 放在自己腿上 伸手抚着他的脸 柔声道 哥哥 你怎么样了 生肖末再也顾不得其他 快步走到离白狗狗几步远的地方 静静地看着他 不敢再靠近 白狗狗缓缓睁开眼 并看见眼前的白色发丝 他笑了笑 微微抬了抬头 看着那张熟悉的 与父君有些相似的脸低声道 哥哥 你怎么才来 哥哥 你是花千谷的哥哥 一旁扶着花千谷 坐在地上的堂宝 有些难接受地问道 白狗狗弯着嘴角 看了一眼震惊的生肖末 开口道 本少君是他哥哥 有这么难接受吗 他低头轻轻抚着白狗狗的脸 爹喝道 你不要命了 怎么如此不听话 上次不是答应我不乱动法力的吗 你这次竟然不仅强行冲破了我的封印 还动用法力发起了破阵术 你当知道 破阵术虽破天下阵法绝技 却极耗费心力的 你如此这般 这反事可是大了 白狗狗揪着滚滚的衣襟 低声有些气息不稳 委屈道 滚滚 你就别说我了 我想回家了 我想父君救救他们了 说话间 一颗颗泪珠从他金银剔透 有些苍白的脸上落了下来 低落在地上 生肖末看着醒来的白狗狗 心中的一颗石头终于落地 与其恳求道 狗狗 你答应过带我回去的 白狗狗低头 趴在狗狗怀中 头也未抬道 孙尊谢如今 不用再跟我回那妖族袋的地方了 说好来的 你我不负相见 说完抬起头道 哥哥 你帮帮鼓鼓 白狗狗轻轻拍了拍他的背 别说话了 我带你回家去 说完抱起白狗狗 便要离去 生肖末一急 直接伸手 拽住白狗狗 垂在身侧的手 低声哽咽道 狗狗 你要气了我 白狗狗 看着自己妹妹 被抓住了手 怒急反手一掌 运足了四成仙力 直接往生肖末身上 招呼过去 生肖末一步拼不躲 依旧抓着白狗狗的手 应生生哀泪着一掌 一瞬间 他只觉自己五脏六腑 均已错位 整个人一阵晕绝 气息一乱 便直接朝地上栽去 可手却已然紧紧 拉着白狗狗的小手 不愿放开 站在不远处的白子画 看着紫辫骨 飞跃到生肖末身边 伸手扶住 已经晕绝的生肖末 一手朝他 梳指掀起 一边冷冷地 看着面前 皱着眉的白狗狗 生肖末 只是想与狗狗 将此时说清楚 你不必打开杀戒 本少君就是要打开杀戒 你有意见 如果他再不放开手 本少君便剁了他的爪子 白狗狗抬眼看了一眼 白子画低声喝荡 说完便伸手 预召出幻影剑 怀中已经有些迷糊的白狗狗 感觉到幻影剑 嗜血的气息 心中欲紧 神思亲民了几分 枕了张 被生肖末握紧的手 却并为挣脱 那双手握得紧紧 竟然怎么也挣不脱 他自嘲似的勾了勾嘴角 扭头吃力的看着 被白子画扶着的生肖末 他究竟想如何 就算已经昏迷 还依旧握着他的双手 可这又有什么用 尊贵是晚了 他转过头 轻轻紧了紧搂着 白狗狗脖子的手 哥哥 你带我走吧 别伤他 白狗狗看着他 越来越苍白的脸色 点了点头 将白狗狗放在地上 单手挽住他 伸手粗鲁地 掰开了生肖末紧握的手 随后横抱起白狗狗 转身欲走 却见白狗狗吃力的看了看 已然昏迷在堂宝怀中的花千古 不必担心他 他死不了 过了今日 他也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白狗狗皱了皱眉道 转身便欲离开 你不可带他走 要带他走 就先杀了我 圣肖末似乎感应到狗狗的离开 猛地睁开眼 推开白子画的手 换步朝白狗狗走来 伸手便欲上前来 抢白狗狗怀中的白狗狗 白狗狗低头看着已经再次晕过去的白狗狗 有些不耐烦地捏了个绝 将圣肖末定住 看着圣肖末绝望祈求的眼神道 原以为 你会是狗狗的良人 可不成想 罢了 就如狗狗所说 终其一生 你们将不复相见 圣肖末 你好自为之吧 说完一阵蓝光笼罩两人 两人并不见了踪影 一住香后 在白子画多次试着解开 圣肖末定身术五谷后 圣肖末身上的法术突然消失 可他一动不动的 只是盯着白狗狗消失的地方 一双往昔清亮的眼睛 慢慢地如死灰般沉寂 脸色也越发苍白 半嗓只见他像想起什么 凝神闭眼 细细地搜寻这四周 好像要从这虚无的空气中 寻找到白狗狗的一丝踪迹 两久他欣喜地睁开眼 原本死水般沉寂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 苍白的脸上似乎又恢复了血色 转身朝白狗狗从空中跌落的地方看去 那空旷的地上空无一物 许久 圣肖末一张刚刚有些血色的脸 又慢慢变得苍白 他有些癫狂的快步朝那处奔去 神手在空中挥舞着 低声喃喃道 不对 此处有他的气息 怎么会没有人呢 不可能 不可能 白子化看着已如魔咒般的圣肖末 换步走到他面前 难得柔声安慰道 师弟 放手吧 果果确实已经走了 不可能 他答应过我 要带我去他家的 已答应过我不会气了我的 圣肖末的一双眼 毫无焦距地盯着白子化 一字一句道 半晌只见他突得扑到地上 疯狂地趴着地上的沙土 直到那双白皙的手上伤痕累累 一串小小的铜铃银抬出地面 那是他头上带着的那串铃铛 那串从来没有想过的铃铛 他小心翼翼地扒开四周的沙土 像赫护珍宝般将那串铜铃放到手中 轻轻磨蹭着 喃喃地叫了声果果 整个人瞬间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直挺挺地摔落在地上 嘴角溢出一大滩血 犹如一剑飞奔过去 从地上扶起圣肖末 哭着叫道 圣肖末 你怎么了 白子化转头 看了一眼已然昏迷的花千谷 和一脸震惊的唐宝 失了个觉 将花千谷关入一个结界中 他转身走到圣肖末身边 抬手探了探生肖末的气息道 他刚刚本就被那护体仙气所伤 后又被那百发少年 一掌伤了五脏六腑 先缘大损 也是因着心中有所惦念 才能够强撑到此时 这会儿怕是万年俱灰 你赶紧送他回销魂殿 去找大师兄 护住他的元神 说完画出长剑 将昏迷的生肖末扶上了长剑 让优若带着他朝销魂殿而去 说起两年前长流山的变故 很多弟子都不甚清楚 其中的缘友 只是知道被长流上先白子化囚禁 在长流海底的溺涂花千谷 冲破封印 化身妖神 白子化在此意中身受重伤 长流大弟子六十一 也在此次变故中先去 而被长流弟子传送最多的 就要属长流儒尊生肖末 儒尊生肖末在那次变故中被重伤 伤及先缘 幸亏的长流世尊魔言 用必收心法 稳住儒尊先缘 这才让儒尊在昏睡地两年后 再次苏醒 苏醒后的生肖末 整个人似乎被剥去了 生命中所有阳光一般 以往慵懒带着笑意的礼上 再难见到一次笑意 清了温暖的眼睛 如死灰斑 没有了半点波澜 终日一身白衣 无一丝生气 唯有一些生气的 估计就要属那儒尊 从不离手的玉香尾端上 绑的一串铜铃 总是随着生肖末的走动 不停地响动 而那个一直跟在他身边 那个照告了三季的妻子 却不见了踪影 长流弟子私底下猜晓 儒尊的变化 是否与那女子的失踪有关呢 可猜测归猜测 却没有人能够告知他们真相 因为当日活着回来的人 除了尊上儒尊 就只剩下了掌门优弱 就连旁来掌门宁漫天 也一并失踪 当日究竟发生了什么 竟无一人知晓 世尊魔言看了看 空无一人的销魂殿 有些气氛 咒着眉低声喝道 你师父呢 又下山了 一旁的火系低着头 有些艰难的开口道 师父三天前就下山了 就得说 如果 如果是在你找他 就告诉您 他去找他妻子了 暂时不回来 又是找那白姑姑 那妖女有什么好的 失踪了便失踪了 魔言挥了灰衣袖 痛心疾首道 师兄以后说话 还是留点口德的好 果果是我妻子 无论你同不同意 这都是事实 我一生只会有果果一个妻子 魔言话音未落 便听见销魂殿门口 传了一男子清冷的声音 声音不大 却自自清晰 魔言转身 看着迎面走来的生香墨 清了清嗓子 有些不自然的道 师弟 你这身子 已经好了两年多了 是否也该分担些潮流事务了 他顿了顿 颇有些为难道 你也知道 紫花现如今被困在魔教 我们还得想办法救他出来 生香墨缓步走入大殿 坐在桌旁 伸手摸蹭着 玉香尾部的同龄 师兄现如今在魔教 不是挺好的吗 千古不会将他怎样 而长流 有大师兄你在就好了 一切都在大师兄您的掌握中 想来你也可以安心不少 我就不去插手了 魔言一张有黑的脸 变得煞白 他挥了婚衣袖 关上店门 低声有些无力道 我知道你恨我 恨我当初在你喝的茶水里 下了消分散 害你晕得腰 白狗狗 起了误会 他抬眼看了眼 脸色苍白的生香墨道 可你也要为长流想想 你的婚事是玉帝辞婚 是不可忤逆的 生香墨握着玉帖的手紧了紧 半少 命无表情的回道 师兄 你如此未长流考虑 确实难得 这长流 还是留给你来手吧 若无其他事 生香墨便告退了 说完起身 行了半个礼 并遇离开 你要如何才能原谅师兄 魔言一张严肃板正的黑脸 难得有些动容 声音微颤倒 已经迈开腿的生香墨顿了顿 低声道 原谅你 小梁我早已经原谅了你 这时候无法原谅我自己 她的一双眼通红 脸上的神色异常凄凉 我伤了她一次又一次 就连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她明显是想试探我来着 我依旧没能完全信任她 所以 师兄 我不能原谅的是我自己 说完不在搭理 依旧正正的看着她的魔言 快步走出了销魂大殿 大殿外 火烯静静的立在门口 看到她出了大殿 便快步跟在她身后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书房 盛肖墨静静的坐在书岸前 一旁的火烯 已是一脸疑索的站在一旁 这两年时间 火烯变了不少 不再像往日般胡闹 变得稳重懂事 她看着坐在岸前发呆的盛肖墨 小心翼翼的问道 师父要用碗扇吗 轻螺做了锡吃的 盛肖墨摆了摆手 你退下吧 我静一静 火烯动了动嘴角 瞅瞅半天 鼓足勇气问道 师父此次下山 可有收获 花音刚落 整个房间暗了暗 蜡烛的火苗 好似被风吹得晃了晃 她有些紧张 低着头看着脚尖 斟酌了许久 如果果果在 必然不想看见您这样 收小莫心中一痛 抬头看着面前的弟子 只见她低着头 不负以前的顽皮胡闹 整个人都有些紧张 她压下心中的怒火 有些不自然的 你说的话我都知道 这半年来 我情绪有些不稳 苦了你与庆罗 说完揉了揉自己的额头 如若无事 便退下吧 火熙满脸惊饿 抬眼看了眼神消磨 低头行了个礼 便退了出去 一出门没走两步 便被五青罗一把抓住 师父怎么样 要吃东西吗 她摇了摇头 走到庭院的石桌下坐下 不吃东西怎么能行 那师父说什么没有 今日可凶你了 五青罗看着火熙心疼的问道 没有 师父今日说 这半年苦了我们 一直照顾她 火熙坐在桌前 眼眶有些湿润 五青罗放下 抓着火熙的手 一同坐在石桌前 怎么会找不到呢 这半年来 师父几乎是不明不休 到处找果果 怎么可能找不到呢 两人在庭院的驴树下 静静地看着 已经漆黑的天空 空中远远沉来风 吹动树叶的声音 满树梨花也落了一地 好似那女子欢快的笑声般 依旧萦绕在肖黄店的里里外外 天色已暗 是肖默从书房出来 直接朝寝店方向走去 她并未进自己的寝店 而是朝前走了几步 在白果果的寝店门口停了下来 伸手轻轻推开门 和灰衣袖点燃了寝店内的蜡烛 轻车熟路地朝内店的床榻边走去 她坐在床榻之上 看着桌上放着的两本数法书发呆 自从半年前从昏睡中醒来后 她便再也没有回自己寝店 都是在果果的寝店内休息的 她找了她半年 几乎找遍了三界内 所有她知道的妖族聚集地 可依旧没有她的踪影 她伸手拿去一本数法书 轻轻抚摸着 这个房间还和她暂时一模一样 只有在这里 她才能够感受到 她真的陪了她六年 因为这三界内 竟然寻不到她一丝一毫的气息 半年前她刚刚苏醒 沉沦了半个月 二师兄便来劝她 告诉她 只要果果还在这三界 她便能找到她 就是那么一句话 彻底点醒了她 她一赶往日的醉生梦死 开始查当日潮流大殿上的事情 可结果却掩在她的意料之外 竟然是大师兄 在她喝的茶水中 下了销魂散的毒 也是她上销魂店 与果果说了许多伤她的话 只想此事 她便冲上了贪婪店 却在看见大师兄 一脸病容 满身内伤的样子时崩溃了 她承认她是恨魔言的 可碍于道义 和这么多年师兄的情分 她将恨压了下来 这半年她虽不再恨她了 可她没有办法完全原谅她 更没有办法原谅自己 她轻轻放下手中泛黄的书 躺在榻上闭着眼睛 刻一丝睡意也无 许久她要坐起身 走到同镜前 拿起白狗果用过的发带 细细地磨蹭 眼眶也慢慢地湿润了 这半年来 她为了用追魂术寻找白狗果 几乎用光了她留下的所有东西 现在她手中 她留下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 而且除了那串铜铃 几乎什么都没有了 她害怕 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去找她 可无论如何 她都不会放弃 无论多少年 她都会找她等她 谁让她是生肖默此生 唯一想守护的女子呢 生肖默放下发带 施法结了个结界 将发带护好 肖默能够让发带上的气息 留得久一些 其身坐在床榻上 看着窗外的浴光发着呆 空气中弥漫着梨花淡淡的香味 生肖默有些恍神 似乎看见白果果手里拿着本书 在寝殿内满屋子乱跑 时不时地回过头来 柔柔地跟她说 生肖 你今日不去长流大殿 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我们一起去研究药膳 可以不吗 说完躺过来 坐在她腿上 搂着她的脖子 浅浅地笑着 生肖默有些不敢相信地伸出手 想要扶上她的俏丽的小脸 便发现腿上的少女 已经不见了踪影 她苦笑着 压下心底撕心裂肺的痛 何一躺在床上闭上眼 也许梦中 她会再遇见她吧 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堂客 我是雪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